生命之书 365天 克里希·纳姆提禅修 作者 克里希·纳姆提 翻译 陶西 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 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完全没有空间时 此时才会有巨大的空间 真实存在 德行是对真实存在的了解 并因此不受真实存在的约束 8月1日 充实心灵 虚空头脑 通往真实的道路不存在 而应当是真实来到你的面前 只有当你的头脑和心灵单纯 清晰时 并且在你的心中存在着爱 真实才会来到你的面前 而如果你的心灵充满了头脑的东西 那就不是如此 当你的心中有爱存在时 你不会谈论要组织协会 你也不会谈论信仰 不会谈论分别 或者谈论制造分裂的权利 你不需要寻求和解 你只是一个没有标签 不分国籍的人 这意味着你必须剥去自己身上的这一切东西 以便让真实产生 而只有当头脑是空的时候 当头脑停止了创造活动时 真实才可能来临 此时他将不请自盗 他会不为人知迅速地随风而至 他隐秘而至 不是在你注意着和想要着的时候 他如阳光般急速 如夜晚般纯洁 但是要接收他 心灵必须充实 而头脑必须虚空 现在你却是头脑充实 而心灵空虚 8月2日 真实是一种存在状态 通往真实的道路不存在 也不存在两种真实 真实不是过去的 也不是现在的 它是无时间的 凡是引证佛陀 商杰罗 基督的真理的人 或者只是重复 我说的内容的人 是不会发现真实的 因为重复不是真实 重复是一种谎言 当寻求分别 为我独尊 只能按照成果 成就来思考的头脑 走到了终点时 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真实 才会出现 只有此时 真实才会存在 一个为了实现目标 而做出努力 训练自己的头脑 是无法知道真实的 因为结果是他自己的投射 而对结果的追求 无论他有多么高尚 也只是一种 自我崇拜的形式而已 这样的一个人 是在崇拜自己 因此他无法知道真实 唯有当我们了解了 头脑的整个过程时 也就是当没有努力奋斗时 真实才被了解 8月3日 真实没有常住的地方 真实是一种事实 只有把放在头脑和事实之间的 各种不同的东西搬走 事实才能被了解 事实就是你与财产 与你的妻子 与人 与自然 与观念的关系 只要不了解关系 这个事实 你寻求上帝 只是在增加混乱 因为这是一种 置患和逃避 所以毫无意义 只要你操控你的妻子 或她操控你 只要你去占有 或被占有 你就无法懂得爱 只要你在压抑 在替换 只要你野心勃勃 你就无法知道真实 一个不再寻求 不去努力 不设法达到目的的人 他单独就会知道真实 真实不是一种延续 他没有常住的地方 他只能一刻接一刻的被看见 真实始终是新的 所以他是无时间的 昨天的真实 并不是今天的真实 今天的真实 也不是明天的真实 真实没有延续性 正是头脑 想让所谓真实的经验继续 这样的头脑 不会了解真实 真实始终是新的 即使是看见同样的笑容 而看见的笑容 是新鲜的 看见同一个人 而所看见的那个人 是新鲜的 看见摇曳着的棕榈树 是新鲜的 遇见的生命 是新鲜的 8月4日 没有通往真实的向导 上帝是通过寻求找到的吗 你能探索不可知的吗 要去寻求 你必须知道你在寻求什么 如果你寻求发现 那么你所发现的将是一种自我投射 它将是你欲望的东西 欲望的产物不是真实 对真实的寻求 就是对它的否定 真实没有固定的住所 没有通往它的道路 没有通往它的向导 而语言不是真实 在特别的气候条件下 在特定的人当中 可以用特殊的装置 来发现真实吗 它是在这里 而不是在那里吗 是这个通往真实的向导 而不是另外一个吗 确实有一个向导吗 当真实被探索时 所发现的只能是来自天真 因为探索本身就是来自于天真 你无法寻找到实在 你必须停止 以便让实在存在 8月5日 真实是一刻接一刻的被发现的 真实无法被积累 积累的东西总是会被毁灭的 它自己也会枯萎 真实却永远不会枯萎 因为它只能在每一个思想中 在每一个关系中 在每一句话中 在每一种姿态中 在微笑和泪水中 一刻接一刻的被发现 如果你和我能发现它 并经历它 正是这样的经历 是对它的发现 此时我们将不会成为宣传家 我们将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类 不是完善的人类 而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类 这有着天壤之别 8月6日 真实的革命 真实不是去赞成那些受尊敬的人 也不是去赞成那些要自我扩张 自我实现的人 真实不是去赞成那些寻求安全 寻求永久的人 因为他们寻求的永久 只是短暂的对立面 他们因深陷时间之网 而去寻求永久的东西 但是他们寻求的这个永久 是不真实的 因为他们寻求的是 他们思想的产物 因此 一个要去实现实在的人 必须停止寻求 这并不意味着 他必定对真实存在感到满足 相反 一个决心要去发现真实的人 必须在内在有一个完全的革命 他不可能属于任何阶级 任何民族 任何集体 任何意识形态 任何组织化的宗教 因为真实不在寺庙或教堂里 真实也不是在那些手工制品 或头脑的产物中被发现的 只有当头脑的产物和手工制品 被撇在一边时 真实才会产生 而把头脑和手工产品 撇在一边 并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真实会来到一个摆脱了时间 不把时间作为 自我扩张手段的人的面前 时间意味着昨天的记忆 你家庭的记忆 你种族的记忆 你特殊性格的记忆 你经验积累的记忆 这些都构成了我和我的 8月7日 在虚假中看清真实 当你听到说 带有一切情绪化的倾向和既得利益的民族主义 都是导致剥削和产生人反对人的机制时 对此你或许也会在表面上表示赞同 但是 真正的要使你的头脑 从民族主义的卑微中摆脱出来 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头脑是年轻的 新鲜的 天真的 这就是说 正处于一种革命的状态的话 那么 不仅要从民族主义 而且也要从一切组织化的宗教 各种政治制度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这才是实质 唯有这样的头脑 才能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既不是死气沉沉的政治家们的世界 也不是被陷于自己的宗教系统的牧师们的世界 所以 你听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对你自己而言 也许是幸运的 也许是不幸的 如果你只是听闻 而不主动地去干扰头脑 以至于 它可以开始从一切 使自己狭隘化 和不老实的东西中摆脱出来 那么 你所听到的真理 将会变成一种毒药 毫无疑问 如果头脑听到而不去行动 那么像伤口化浓一样 真理就成了一种毒药 但是 要去发现自己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要在虚假中看清真实 就是要让真实运作 并产生它自身的行为 8月8日 了解实际状况 这的确并不复杂 尽管做起来挺费劲的 你知道 我们并不是从实际状况出发 不是从事实和我们正在思考的 正在行动的 正在渴望的 开始的 而是从假设或者不实际的理想开始的 所以才会误入歧途 要从事实出发 而不是从假设出发 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 只要不是源于实际状况的思考方式 都是一种精神涣散 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一个人的内在 和其周围的实际发生的情况 是如此的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的看法会遵循一种特定的模式 如果你是一个印度教徒 或一个佛教徒 他们就会遵循另外一种不同的模式 你是按自己的制约来看待基督 或克里逊纳的 你所受的教育 成长的文化背景 决定了你的看法 哪一种是实际状况 是看法呢 还是已经被一个特定的模子塑造的头脑呢 看法是特定传统的投射 而特定的传统构成了头脑的背景 这种制约才是实际状况 事实 而不是制约所投射出来的看法 要了解事实是简单的 但是由于我们的好意 我们对事实的责难 对事实的看法或判断 把它弄得困难重重 要从这些评价的种种形式中 我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它 对事实的解释就是一种咒语 它妨碍我们看清事实真相 以及对事实有所作为 当你们和我一起讨论对事实的看法时 根本与事实毫无关系 你或许对事实添油加醋 看到事实的更多的微妙之处 种种含义和意义 我或许在事实方面看到的意义比较少 但是事实是无法解释的 我无法对事实提出一种看法 就是这样 对头脑而言很难接受事实 我们始终在解释 总是在按照我们的种种偏见 制约 希望和恐惧等诸如此类的这一切 来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如果你们和我能不提出一种看法 不去解释和不给予一种意义 来观看事实的话 那么事实会变得更加鲜活 不仅更加鲜活 事实单独在那里 没有其他的事物 此时事实就有它自己的能量 来把你推到正确的方向 8月10日 只存在一种事实 无常 我们一直在设法搞清楚 存不存在一种永久的状态 不是我们喜欢的 而是现实的状况 事实的真相 有关我们的内在也是外在的一切 我们的各种关系 我们的各种思想 我们的各种感觉 是无常的 是处于不断牵流的状态中的 要觉知到这一点 头脑渴望永久 渴望一种和平的 爱的 善的 永久状态 一种时间和事变都无法摧毁的安全状态 因此它创造出灵魂 自信 和一种永久的天堂的景象 但是 这种永久源于无常 因此 它里面蕴含着 无常的种子 所以 只存在一种事实 无常 8月11日 对不可知的追求 你想要我告诉你 什么是实在 难以形容的事物 能诉诸语言吗 你能衡量 无法衡量的东西吗 你能把风 抓在手里吗 如果你能这么做 这还是风吗 如果你能衡量 无法衡量的东西 这会是真的吗 如果你可以明确地表达它 这还是真的吗 肯定不是 因为就在你描述 无法描述的事物的那一刻 它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了 就在你把不可知的 解释成已知的那一刻 它就已经不再是不可知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至今还在追求 我们一直想要知道 因为 我们以为 那时我们将有能力延续 我们将有能力抓住 终极的幸福和永恒 我们想要知道 因为我们不幸福 因为我们一直在可怜地奋斗着 因为我们筋疲力尽 退化堕落了 但是 我们没有领悟到 这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是在混乱中衰退 我们是在混乱中麻木 厌倦 却想要脱离已知 而进入未知 这样又成了已知 因此 我们永远 无法找到真实 8月12日 痛苦仅仅是一个词 还是一种现实 痛苦仅仅是一个词 还是一种现实 如果它是一种现实 而不仅仅是一个词的话 那么 这个词现在毫无意义 只存在一种强烈的痛苦的感觉 有关哪些方面呢 有关想象 经验 某种你有的 或者没有的东西 如果你拥有它 那么你把它称之为快乐 如果你不拥有它 那么就是痛苦 因此 痛苦 悲伤 属于与某种事物的关系中 这是否仅仅是语言表达 还是一种现实 由于恐惧是无法单独存在的 而只能在与某种东西的关系中 才能成立 与一个个体 与一个事故 与一种感觉的关系 现在 你全然地觉知到了痛苦 这痛苦是否在你之外 因此你仅仅是一个觉察痛苦的观察者 还是痛苦就是你呢 8月13日 你和吴是一体的 你什么也不是 你或许有你的名字和头衔 有你的财产和银行存款 你或许拥有权利和名望 但是 尽管有这一切的安全措施 你还是什么也不是 你或许完全没有觉知到这种空虚 这种无 或者你只是不想觉知到它 但是它存在着 无论你想要怎么避开它 你可以通过个人或集体的暴力 通过个体或集体的祈祷 通过知识或娱乐等各种迂回的方式来逃避它 但是 无论你睡着了还是清醒的 它始终存在着 你只有通过对这种种的逃避的无选择的觉知 才能碰到你与这个无及其恐惧的关系 作为一个分裂的单独的实体 你无法与它相关联 你不是一个袖手旁观的观察者 没有你 没有思想者 没有观察者 它也不存在 你和无是一体的 你和无是一种共同的现象 不是两个分开的过程 如果你 即思想者 害怕它 以你的反面和对立面来对待它 那么 你对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 将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幻想 以至于会有更进一步的冲突和不幸 一旦像你那样 有了对这个无的发现和体验 那么 恐惧才会完全消散 只有当思想者 从自己的种种思想中分裂出来 并因此设法与他们建立起一种关系时 恐惧才会存在 8月14日 我们如何结束恐惧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需要你们关注的话题 并不是需要你们同意或者不同意 我们在极其严厉地 客观地 清晰地 看着生命 不是按照你的感觉 你的想象 你的好恶 正是我们的好恶产生了这种痛苦 我们正在说的一切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结束恐惧 这是我们很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因为 如果一个人无法终止恐惧 那么他只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不是基督教的意义上的永远 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永远 一个生命已经够好了 对我而言 作为一个人 必须要有一种摆脱出来的办法 而不是创造出未来的希望 那么作为一个人 我能否完全结束恐惧 而不是一点点结束恐惧 你可能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你不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摆脱它 但是 如果你极其认真的提出这个问题 抱着没有要去寻找如何结束它的打算 而是抱着要发现恐惧的本质和结构的意图 那么就在你发现的那一刻 恐惧自己就结束了 你不需要对它做任何事 当我们觉知它 可以与它直接接触时 观察者就是被观察对象 在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事物之间 不存在差别 要是没有观察者 当恐惧被观察到时 就存在着一种行动 但这不是观察者遵照恐惧的行动 当你看着任何东西时 一棵树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们 你的邻居 夜晚的星星 水面的光 天空中的小鸟 任何东西 始终存在着一个观察者 检察员 思想者 经验者 和探求者 和他正在观察的事物 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 思想者和思想 因此 始终存在着一种划分 这就是时间上的划分 这种划分 正是冲突的实质 一旦有冲突 就有矛盾 这里有观察者 和被观察对象存在 这就是一种矛盾 就存在着分裂 因此 哪里有矛盾 哪里就有冲突 而一旦有了冲突 就始终会有要超越它 征服它 战胜它 逃避它 要对它采取行动的强求 这一切活动 都牵涉到时间 只要存在着这种划分 时间就会继续 而时间就是悲伤 一个了解了如何终止悲伤的人 他必定了解这点 必定会发现 必定会超越思想者和思想 经验者和经验的二元性 这就是指 只要存在着观察者 和被观察对象的划分 就存在着时间 因此就没有结束悲伤 那么 一个人要怎么办呢 你对这个问题搞懂了吗 我知道 在我自己里面 观察者始终在注意 判断 检查 接受 拒绝 规范 控制 塑造者 这个观察者 即这个思想者 显然是思想的结果 思想是首要的 不是观察者 不是思想者 如果根本不存在思想 那么也就不存在观察者 思想者 此时只会有完全彻底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